欢迎继续收听长天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速速清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834集 夏小兰专门过来一趟 也不仅是买车 母女俩是从京城坐飞机到阳城的 李凤梅乘火车来 第二天早上才到 五月的南方已经进入夏天 京城和商都的店都需要上夏装 陆娜也推出了今年的夏装 春天很短 夏天却很长 从五月到九月 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 夏装都是能销售的 对陆娜来说 夏装是重头戏 汪明明那边久无进展 陈希良显然已经放弃了打动汪明明 基本上 陆娜要是掏不出广告费 也不可能打动汪明明 眼下正是汪明明很红的几年 唱歌能上春晚 拍戏全是TVB的重头戏 要请汪明明拍广告 那个价钱让夏装兰和陈希良都难以承受 不行 咱们就找内地女演员 我打听过了 他们拍一部戏要不了多少钱 拍广告的时间比拍戏还短 陈希良显然是有准备的 夏小兰也知道 内地的女演员便宜 戏游记一拍就是五六年 演孙悟空的男演员 后来上节目说 自己这部戏就拿了两千块片酬 一般的电视剧当然拍不了六年 女主角拿个几百块片酬已经不少了 拍广告当然不贵了 可要在电视台播广告贵啊 广告一播出 露娜的管理能不能跟上发展速度 拍广告能有多贵啊 给一万块钱请的还是眼下国内最好的导演 根本不用夏小兰操心 能把整个拍摄班子 从广告女演员到摄影师等全部凑齐了 成片拍出来钱都够 夏小兰顾及的不是继续往公司投资 而是陈希良能不能管好铺开的摊子 这不是千禧年的服装大佬陈总 而是刚从批发贩子转化为服装品牌创建者的陈希良 85年的陈希良太年轻了 年轻人有冲劲 也意味着没经验 夏小兰说的话 陈希良还是要听一听的 给陈希良浇了一盆凉水 夏小兰赶紧又给了甜枣 先把夏装做好 我们看看形势 夏装都已经投产了 陈希良带夏小兰去厂里转一转 又和夏小兰说到之前在露娜门店发生的事 说来也奇怪啊 香港老的公司去保人 本来都要放出来了 至今呀 还关在派出所呢 陈希良把阿华当时给他的赔偿金 两千元拿出来 夏小兰推给他 你收着吧 陈雨的工人帮忙把人扭送去派出所 陈希良事后总要感谢吧 不然以后谁给他帮忙啊 陈希良付出了精力和金钱 让夏小兰来收这个赔偿金 拢共两千块钱的事 夏总丢不起这人 夏大军在阳城当街破口大骂的事 夏小兰早前还不知道 是从济北省回来 刘芬才说的 和张翠跟踪的事一加起来 夏小兰也觉得不能再忍 才把去年埋的雷引爆 要彻底摆脱夏家这堆臭狗屎 葛剑呢 胆子也大 夏小兰让他早点离开 他却一直在商都等着尘埃落定 包括观察夏大军的情况 说夏大军最后是带着三个侄子离开的 夏小兰觉得 这才是求人得人呢 嫌他妈妈生不出儿子 这下子白捡了三个半大孩子养着 都是老夏家的根 夏大军完全能当亲儿子养 最好是投入全部精力去养孩子 免得再出现在他和刘芬面前 至于葛剑说 村里那些人围着夏大军 让夏大军还夏红兵欠的赌债 夏小兰亦是喜闻乐见 赌博的人从来没有收手的 输了几千块 夏大军二话不说要替弟弟还账 这次是几千 下一次说不定就是几万 有那样一大家子人 夏大军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 根本不算多 陈希良的疑问 夏小兰心中有数 他妈妈是一个字都没提 早上见到舅妈李凤梅 李凤梅就说了 上次来扬城拿货和汤市长见过面 必然是汤洪恩在背后出力 像夏红兵一家子的情况 可以严一点 也可以轻松放过 蒸荣集团的人都没把人保出来 能比港商影响力大的 也唯有汤市长让人打了招呼 夏小兰也很无奈 汤洪恩追求他妈妈 是真的很有诚意 两人一南一北的 不能经常见面 汤洪恩在努力制造相处机会 一个男人一无所有时 他对女人处处妥贴 那不一定是真喜欢那个女人 因为除了对女人好 他再拿不出别的 能打动女人的东西 时间和精力 都是这种男人最不缺的 可是一个位高权重的男人 还愿意这样干 想说他是假意也难啊 权势已经是他最大的优势 他把这项优势放下 仍然愿意花时间和精力 这就是诚意 可惜 于奶奶说了 他妈妈现在想向 事业型女性进化 汤洪恩再好 暂时也不会考虑感情的事 夏小兰 隐隐觉得这话有点耳熟 他当初 是不是就这样和周成说的 学业为重 事业为重 转眼就和周成谈起了恋爱 夏小兰现在想来 还老脸发红 感情就是那么很自然的发生了 之前发再多的事也没用 唉 希望汤叔叔有那个耐心吧 夏小兰嘀咕了一句 刘芬和李峰梅两人忙着在阳城悬款 她可要先去鹏城了 只有周末两天 夏小兰要处理的不止一件事 年前白珍珠在张罗着开分店 她和康伟车祸也没耽误这事 康伟还是惦记鹏城的生意 正在和谢云软磨硬炮响过来 谢云还没有松口 夏小兰好不容易来一趟 自然要亲自看一看 哪怕只能走马观花 只能提提意见 也代表她在参与生意 白姐 你是真辛苦 到了鹏城一瞧 白珍珠忙得脚不沾地 旧店的生意要管 新店的装修也要管 邵光龙最近沉迷学习 康伟伤了脑袋 夏小兰在上学 刘勇管自己远回的生意 都管不过来 建材店真正管事的 几个股东 居然只剩下白珍珠一人 夏小兰瞧着白珍珠 嘴巴上全是干皮 忙得连口水都顾不上 十分过意不去 白珍珠自己还不介意 你来了正好 这份图纸到底行不行 新店和老店的 户型格局不一样 我让龚阳照着原来的改 风格不雪变 调整了一部分 新店已经开始装修了 我肯定还是刘勇担任做的 这份设计图 完全是龚阳自己改的 龚阳跟着刘勇 干了一年的装修 从兼职变成了全职 夏小兰瞧着 他这进步真的挺大 龚阳参加了学校的实习 却放弃了包分配的工作 现在是远徽的全职设计师 是第一个替刘勇打工的大学生